欢迎回到海北老师的课堂 其实但凡家长你都开始买我的课程来学习这样的东西了 你肯定知道孩子在幼儿园阶段 两岁到六岁一定是要提前抢跑的 啥叫提前抢跑 就提前学习一些小学的东西 对不对 如果你连这个意识都没有 你也不会买这个课程 那么但是大家要注意 你们不要走极端 什么两岁开始刷卷子的 什么三岁开始厌学的 叫适度抢跑原则 今天这个课的主题叫做适度抢跑 那什么叫适度呢 请务必记号笔记 包括三个方面 叫做个性化 形象化和生活化 我再说一遍 个性化 形象化 生活化 啥意思我一个一个来这里 什么叫个性化 就是每个孩子生下来不是一张白纸 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什么 就是大学的教授 他教自己的小女儿 两岁的小女儿 学高等数学 听说过这种事情吗 三岁的儿子背什么高考单词什么的 这就是胡扯 因为他简单的认为 只要你学就能学会 当然不是了 每个孩子生下来 他只能接受形象生动的东西 不是你想学就能学会的 所以个性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要根据这个孩子的特点来 有些孩子他生来就比较聪明的 他能够学的比较难的东西 有些孩子他比较笨一点 他要慢一点 但是你不要担心 近代花开 为什么 小学 初中高中 包括大学 十几年的学习是一个长跑 非常非常漫长的长跑 是不是 还包括以后工作什么的 你现在提前抢跑了 不等于以后终点的时候 还是你是冠军 可以理解吧 也不是说你现在暂时落后了 以后就完了 没有这回事 右小前接的这个启蒙阶段 大家就是把握这个原则 叫以自己为准 个性化的教学就可以了 能学到什么程度 就学到什么程度 可以理解吧 第一个个性化原则 第二个叫形象化 小朋友啊 你所采用的任何资料 一定要有图片 一定要有图片 让他看得见 摸得着 不能解释抽象的东西 是不是 有些家长要教孩子学物理的 你是不是应该让孩子 先看一些积木和玩具 让他理解一下 什么叫做力 仅此而已 你跟他解释抽象的力 学他肯定听不懂 数学也是一样的 一定要拿出的阿拉伯数字 一定要让他去背九九惩罚表 这个阿拉伯数字 它是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小朋友都没有记住 比如说九和六 他甚至都会认错的 为什么 他觉得那是一个图形 你看他解释下九像什么 六像什么 用图片去解释 千万不要站在大人的角度 觉得只要你去背过来 你就记住了 不是这样的 用图片的方式 形象化的去弄就可以了 现在有很多很多小朋友用的玩具 可以理解吧 所以也务必跟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我们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 数学会提到破释法凑释法 有的家人觉得这个东西很无聊 包括语文学笔顺 你觉得好像没什么用 他都是适应儿童的心理特征的 他真有用 因为他是一个桥梁 不是你大人学东西这个模式 可以理解吧 第二个叫形象化 用图片的方式去学 第三个叫做生活化 啥叫生活化 这个阶段的孩子 如果都出现所谓的厌学的 一定是什么 你拿出来一本书 拿出来一套卷子 跟他说来我们来开始学习 错了 应该说我们开始做一个游戏 可以理解吧 这不是骗孩子啊 我们来做一个游戏 在生活当中学 比方说右脚阶段 你要认字的 你是不是应该把孩子带出去 在街上逛一逛 你去麦当劳里面 看一下他的菜单 有几十种菜品 一个一个认下来 他是不是几十个字 将近一百个汉字就认识了 对不对 如果你去西餐馆 看一下菜单 去吃一个穿菜 那个菜单更长 你能认多少次 还有带小朋友逛超市 一个超市三千到五千种产品 你把商标认一认 多少汉字了 大家算算看 绝对比你拿一个卡片 在那边交的认字有用 是不是 数学也是一样的 逛超市 三块九毛五 还有另外一个六块九的 加到一起多少钱 可以交一交吧 对吧 你跟他讲 多讲几遍 他自己就理解了 包括英文单词 也是一样的道理 直接去背ABCD 背某个单词 Apple是苹果 还不如拿个图片 给他看一下 拿一个分级的绘本 给他刷一刷 是不是更有用 可以理解了吧 生活化 在生活里面学 不知不觉就学会了 从早上开始 带孩子的时候 就good morning 打个招呼 是不是 不是我要开始学习了 拿一本英文书 随时可以开始 有家人可能说 那我不会英语怎么办呢 不要紧的 这个阶段的孩子 学到个几百个单词 加上你现在现学一下 也没有那么难吧 做错卡片 贴的到处都是 是不是 没有那么复杂的 可以理解吧 带孩子的过程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你可以自己重温一下 自己的童年量 大家想想看 期待一调整 你发现很开心的 不是你逼着他学 而是你带着他 一起做游戏 是不是开心多了 各位辛苦了 有问题问我 我说你带着他学习的 我说你带着他学习的